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德国导演和瑞士女星 华海来到日本的兵库县 远近驰名的安泰寺 和日本的影像工作者来合作 进行的是文化思想之旅 同时也用镜头 记录下这一股沉浸的力量 在日本库宾县远近驰名的安泰寺 现在有一名来自德国柏林的 无方和尚管理 这里就像是给旅人心灵寄托的绿洲 安泰寺的大门 永远为所有渴望平静 有心修行的人敞开 不问年龄性别 职业信仰 经历国籍种族 来到这里 大家都是修行者 生活全部一视同仁 在这里有出家的僧人 也有远从海外 慕名而来的修炼者 更有从来没有接触过禅的人 安泰寺承袭日本则木星道禅师的精神 主张直观打坐的修行 强调人生在世的每一个当下 都是修行 透过德国导演的镜头 不仅揭开安泰寺的神秘面纱 要把安泰寺的内涵 真实地呈现在世俗眼前 人员卫视台北奏合报导